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左翔卿哥朋友 大家好 大家好 欢迎收看千锤普摩萨政治频道 我是Samuel Lee 张显耀先生当了一天匪谍以后 现在的案情 就是因为一个收水油的事件 整个消息版面完全被占据了 您说这招厉害吗 假如没有收水油的事件的话 张晓耀这个案子会吵得多大呢 那张晓耀的案子到底对 现在的执政当局影响到多大呢 那我们从收水油爆出来的时间 你们去推算算看 我常跟各位有聊过 我们要看一个新闻 要看一个时间轴 要把这个timeline整个拉出来看 节节要发生什么事情 节节要发生什么事情 你才能把新闻看得清清楚楚的 在中秋节这种台湾人过那么重要的节日之前 爆出这个收水油 想想看对经济影响会多大 哪一个执政者会干冒这个危险 在这个时候要他爆出来呢 那既然爆出来了 你就知道一定有更严重的事情 只要被他挡掉嘛 不是嘛 所以这边你看实际者一拉开来 搜水油爆出去 就张显耀的一天匪谍案 这个案子呢就是因为收水出来 就被油稀释掉了 好今天跟各位来讲一下张显耀案 就我从高层啊 得到的消息显示 这点各位相信各朋友 应该跟各位讲一下 我没有任何的证据 所以我只能说用谋甲 谋饼 谋乙 好吗 那有些可以讲名词的我就讲 譬如说习近平我当然可以讲他 不需要把他抹掉 要抹的是使现在台湾执政当局的几个人 要把他抹掉 因为我真的没有证据 我不能讲他的名字 但是呢 我从相当相当的高层听到的消息 我听到以后我是不敢做这节目 直到大概是前天 我看了报纸讲到的 张显耀他是一个这种间谍案 有一个新闻跑出来了 那时候我就确定我听到的是确实的 因为后来出来这个消息呢 我是在苹果日报上面看到的 上面就讲到张显耀的间谍的案子 这个新闻呢 我认为这是一个消毒新闻 消什么毒 当然消前面那个毒 那前面就是我所听到的版本 今天要把这版本跟大家来讲一下 因为很多人没有听到 我听到的大概是属于台北政治圈的高层人物 才知道这个幕后消息 今天跟各位报个料吧 话说有一个叫做马锡会的未来的会议 深深获得马英九这边的期盼 期盼有一个马锡会 一似乎呢就有一些小动作出来了 这次张显耀的匪敌案呢 一天匪敌案呢 事实上叫他匪敌吗 也不太对 因为张显耀的第一句确实是台湾执政当局的密室 他是一个密室 他受摩甲所托 把一个美国要卖给台湾的武器的很详细的一个资料 整个拖了张显耀能够到中国去交给一个台商 再由台商交给中共的中央单位 但是呢就这个资料交出去以后呢 就被美国CIA所抓到了 CIA知道以后就承报美国最高的负责的人 所以美国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以后呢 直接打电话给王一琦 要王一琦把张显耀以叛国罪来给他定案 但是王一琦呢 他反而是一个董事长的位置 要让他去坐那个位置 各位相信各朋友 我讲到这边的时候 你们还记得一个消息吗 就是张显耀后来不是出了新闻 他说他已经把遗书写好了 然后交给律师封存 然后第二天 他又大幅度的接受了电子媒体的专访 我印象很深刻的 是主持人问他说 你要自杀吧 不会吧 那时候张显耀抿着嘴唇 眼睛了 眼光了 泛了泪水 那时候我看这两幕的时候 觉得很奇怪 第一个为什么他要写遗书交给律师 里面有什么不可告的秘密 只是把你位置拿下来 换个董事长给你做 就要写遗书 这里面大有文章 但是我那时候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然后他大幅度接受电子媒体专访 一个被调职当董事长的人 要接受大幅度的媒体的新闻专访 显然张显耀向把这个新闻做大做生 要为有大有生 他的上面的指挥他的人 才没有办法对他下毒手 因为他秦志连也出生的 很多立法院的立委老朋友 这几天都在找我 也打电话来 非常多 他们都跟我说 你就乖乖的不要讲话 就离开回家去 我何尝不知道 但是我想最重要的原因 还有哪些事情 一定有人叫我不要讲 我觉得不是 这些事情都涉及到国家的机密 对 重点就在这里 所以我在来你这个节目之前 我也找了律师 我已经把相关的事情 写在我的遗言里面 我已经做了准备 我把遗言已经交给了律师 由律师收起来 我用这个来表明我的心机 为什么这么说 律师的是什么样的内容 我的意思说 是什么样的性质的东西 我想 我 是不是那些东西涉及到 你要被拔掉的原因 是不是 我不方便在这里说明 但是我已经做了准备 我要捍卫我的亲衣跟人格 各位有没有想到以前 很多政治人物被谋杀的事情 从张孝岩的他妈妈讲起 是不是被蒋经国那边派人谋杀掉 不是吗 还有江南案也不是吗 还有陈文陈命案 林一雄的家庭的命案 这些不是都是国民党在幕后 在筹划在暗杀行动吗 国民党的这种行为 特务的行为到现在 我相信没有停止过 于是乎张行耀 他是出生在这个特务圈圈的里面的人 他知道 他今天被调去当董事长以后 哪天出个车祸就没了 很容易被下毒 要保命 当然以牙还牙 一眼还眼 他写了一个封信交给律师存起来 你要我死的话简单 我也把你拖下来一起死 以至乎命令他把这个详细清单交给中共 来换一个马锡会的这个人 当然不敢下手了 不敢下手 那就是只好走入司法程序 然后呢 这个闹下去不得了了 所以呢 来个缩水游事件转移整个社会的焦点 以后这个事情就被淡化掉了 缩水游事件过了以后 就出一个间谍案的新闻来消毒一下 这就是我所听到的 有关于魔甲利用张行耀 叫张行耀把这个清单交到中共那边去 那中共那边的消息呢 被CIA截听到了 那由美国直接下令往一起 把这个人要把他以叛国罪来判 这个原因就在这边 那至于说王毅琦有没有说谎 据相关人士表示 王毅琦并没有说谎 因为王毅琦说是上面指示交代的 那这个上面呢 金甫冲他也不知道这事情 那王毅琦的上面显然是指美国这方面而言 从美国这边直接下令王毅琦要办这种事情 但是因为美国对于要把它派到董事长这个位置 相当的不满意 也是美国就撕出其他的杀手箭出来 这是以后在所有事件里面爆料的地方 那这个地方呢 会让执政当局不敢为所欲为 因为他的一举一动都在美国的监视之中 他要做什么事 通在美国的阴眼之下 无所顿逃 所以这是一个报纸上看不到 电子媒体上听不到 但是在政坛的高级的这个消息来源那边呢 他们都知道这个内幕消息 今天讲给大家听听看参考一下 那至于送喜会 为什么会有送喜会 据高层人士跟我讲 所谓送喜会呢 是习近平透过管道 就是张喜要这管道 把宋楚瑜找到中国去 因为呢 宋楚瑜呢 非常喜欢讲场面话 他可以讲很漂亮的场面话 把问题解决掉 那习近平呢 他接了中共领导人以后呢 他犯了很大的麻烦 他曾经被暗杀了六次 都没有成功 以至乎他现在听说高层人显示 他说他现在正跟周永康在谈 说你不要来杀我 那我让你安全的推下去 这个谈判目前还在进行 那反对那边呢 就拿说 以前江泽民胡锦涛他们所安排的 台湾经由过通过的货贸 再通过福贸 再通过自贸 就是自由贸易经济示范区 连续通过三冠以后 台湾就如探囊取物 台湾就正式的 就卖给中共了 但是呢318 真是叫天佑台湾 318就在那么巧合的环境中 318事件 那么多学生 在这个没有机缘的情形下 没有特别的动机情形下 一群人集合起来 救了台湾 把这个第二阶段呢 整个把它切断掉 于是乎习近平就冒得 在中国那边呢 冒得非常大的政治斗争的危险 因为被他整的这群人就说 以前我弄好好的 为什么到你手上去 就会弄乱掉 为什么没有办法 照计划来正经 要根据这个理由来斗争习近平 习近平一次找了宋楚瑜去 事后的那个媒体呢 在网络上现在还找得到 我记得宋楚瑜就讲了很多好听的话 说哎呀这个年轻人啊 要习近平多多体谅年轻人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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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这场面话 于是乎为习近平找了个下马街 让习近平能够躲过这一次的 中国内部的斗争 所以宋楚瑜帮了习近平非常大一个忙 宋习惠就这样子 那张显耀可以安排宋习惠 至于马习惠忠祥 张显耀没办法把它完整安排 据称马银九对这个事情也非常的神奇 因为呢 魔甲把重要消息交给张显耀 要张显耀拿到中国来 去交换马习惠 这个事情呢 居然张显耀没有办成先办宋习惠 马银九这口气怎么吃得下去呢 至于魔甲吃的人 各位乡亲各位朋友不要乱猜好吗 那你们自己想就知道了 好 那今天呢就把这个消息告诉大家 当做一个参考资料 因为以上所言都是听来的 并没有真正的证据所在 因为CIA的资料 我们拿不到 就是这样子 好今天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会 我看到这个联合报今天有写 你知道说他们要用国家安全这个事情查你之后 你说你非常的心情非常的不好 然后你觉得很不寒而栗 就刚刚讲的这种寒蝉的效应 有一点政治追杀的味道 那其实这个过程 其实鲜耀老师 那个活望老师 让我觉得最百思不得其解在哪里 你知道吗 就是说其实就是要你走嘛 对不对 本来是可以 大家就好聚好散 结算性任务完成了 好好称赞你一番两年来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对不对 大家很开心就走人了嘛 对不对 他忽然间离拜四讲离拜五要他走 好那 显耀呢就算觉得说我不可以这样子 我要告诉大家 他也接受他也走了嘛 他也说他坦然接受 他第一份声明说长官不需要我 我坦然接受 这不就结束就好了吗 我不能理解的是说 陆伟伟为什么在他走人了以后 还要这样子马上 哇大翻脸耶 然后今天还请来调查局 如果说他们真的抓到了你什么小辫子 他这个时候必须要告诉国人 因为就像是刚刚显耀讲的 这是牵扯到两岸国家尊严 这不是开玩笑的 你现在东抓一个西抓一个 到今天连一个影子都没有 他犯了什么天条 要这样追杀他 如果张副主委他真的犯了这些错 我们希望他追查到底 因为这是涉及到国家安全 误望误众 可是如果不是这样 他一开始来说要给他一个总 一个董事长 他当时其实 我刚讲本来这件小事叫他走 然后给董事长职务 然后因为险要17号发表声明 说我并不是主动请辞 我觉得他们恼羞成怒 非也再找理由不可 可他忘了一件事情 当他这样恼羞成怒的时候 让人民觉得你行政院是说谎 很明显就说谎 然后你说我这样是为他好 人家就说那你私了 这是涉及公务 所以我说如果他能够真正有理由 他应该早拿出来叫玄奥说玄奥 玄奥一番两顿岩你要不要走 这样第一个就对他保留一点理颜面 这才真的保护他 第二个对国家也政党 或国民党也不会抽到这么大的羞辱 在社会上 所以最好的方法是当时就一番两顿岩 玄奥你要不要走 就是这个 那如果那样张玄奥绝对不敢坑声 张玄奥今天不服气 就说我明明不觉得我有任何理由 然后他们就开始找东找西 我认为他们找调查局是一种 是一种寒蟬效应 让你让你会怕你知道吗 但是我觉得 所有站在国家利益的人 不管调查局的人也好 你不是接受某一个人的指挥 是为国家利益为第一优先 我觉得这样我们的社会才可能成功 我觉得找来调查局 真的让我觉得太可怕 而且调查局说这话 两岸关系调查局 应该找军情局或情报局比较像 我们不知道 所以这样感觉上 也有很多人跟很多人 我们大家私下都会很多人也关心你 有很多立委的朋友 很多人都觉得说 显耀你就认了 摸摸鼻子乖乖的你就走了 也不要再多讲话了 现在还来得及 现在就闭嘴封口 确实有很多立法院的立委老朋友 这几天都在找我 也打电话来 非常多 他们都跟我说 你就乖乖的不要讲话 就离开回家去 我何尝不知道 但是我想最重要的原因 还有哪些事情 一定有人叫我不要讲 我觉得不是 这些事情都涉及到国家的机密 对 重点就在这里 所以我在来你这个节目之前 我也找了律师 我已经把相关的事情 写在我的遗言里面 就是有可能的事情 我已经做了准备 遗言 我把遗言已经交给了律师 由律师收起来 我用这个来表明我的心机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我张显耀 到陆委会 海基会 从来没有这样子的动机 从来都是以国家为例 尤其我全家都是基督徒 我也是基督徒 我想基督徒在做 上帝在看 今天我要捍卫的 是我个人的清白跟人格 我一定会挺身而出 你说你给律师的是什么样的内容 我律师说是什么样的性质的东西 我想我 是不是那些东西涉及到你 要被拔掉的原因 是不是 我不方便在这里说明 但是我已经做了准备 我要捍卫我的清育跟人格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我还得质疑 我想请问你 就是说 因为以我对马总统的了解 他不应该会追杀你到这种地步 因为马总统为人 其实还算厚道 上个礼拜二 海基会的林中生董事长 跟我在谈业务的时候 林中生董事长还告诉我 我月初 两岸兼合会的表现跟报告 他上周一有报告 他说总统也很肯定 我想我有很多工作总统 我都已经会努力按照总统指示 但是我个人觉得或许有些事情 非常的复杂 但是我在我的资料里面都写得很清楚 所以等一下 老师等一下 这个很严重 你刚刚的意思是说 其实总统到最近这个礼拜 还在嘉许你 嘉奖你 还在称赞你 说你工作做的表现很好 这是林中生董事长 上个礼拜二告诉我 亲自跟你讲的 回去想了以后 你觉得 是因为你知道了很多的国家机密 所以有人要你非走不可 不但非走不可 而且要你风口闭嘴 要你甚至于要你身败名裂 那所以今天 本来没有要他身败名裂 他如果乖乖的就好了 真的吗 乖乖的就会好吗 他17号如果没有讲那封信 我不晓得 就是说 所以你为什么要 你去找律师 结果你把这些东西写在你的遗书里面 其实短短在昨天一天之内媒体都看到了这么多的留言放话 黑寒抹黑通通出来铺天盖地而来 你觉得有人会采取我想 采取采取对你不利的手段让你真的封口 我刚刚说了我做了最坏的打算 我已经写了遗言 但是我会为我个人的轻欲跟人格 我会继续挺身而出 我想 然后你把你知道的秘密写在那里面 我比较 我刚刚还问你还没有回答我 就是说 我不觉得王主委 他会那么强硬 然后会用这种方式去对付你 我不觉得 那我觉得马中冷不可能 你觉得这背后难道没有人在操纵吗 你应该心知肚明吧 你心里有数吧 我觉得 他不知道人家为什么搞他 可是他知道谁在搞他 是不是 不是 显向你这个 因为你这样讲 我们大家都非常的沉重 如果如果说 不是老师 如果他非常的清白 即便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担心就这一点啊 他会被扒一层皮 可是最后终究司法是 拿他无可奈何 因为他没事 因为他没有犯错 我现在最担心就是说 如果险要是清白的 然后被这样整 然后总统其实对他是很肯定的 那中间不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吗 难道是什么 到底是什么 你这样讲 对 而且他还必须以死明智 不是以死啊 你不会想不开吧 炫耀 你还是会坚强为自己捍卫吧 你不要不讲话 我很紧张欸 炫耀 一定要坚持下去 不然就更重了计了 只要你问心无愧 只要你的问心无愧 就没有问题了 只要你问心无愧 我看到有人说 是不是有金钱贪污的问题 对 我在陆委会 我没有管采购的业务 不是我主管 副主委也不签 采购公文 重大采购案直接送主委是 决刑 我也没有介入采购 所以没有贪污的问题 所有的账目都不会经手你这边 确实我处理的业务是国安 但是 全部按照 长官给我的指示 交代我去办理 我刚刚前面说明了 至于放话 跟媒体记者绝无此事 另外 沟通协调不够 也没有此事 不像上级承报 更绝无此事 王主委应该知道 我通通都做报告 还有 是不是有绯闻 本人现在是单身 我 这些理由全想过了 只剩下最后一个理由 所以我自己做了一些准备 对 老师像我很担心耶 显耀你 你 可是我刚听你的语气 你还是会很坚强的为自己捍卫下去吗 我一定会 对不对 因为如果你今天你真的问心无愧 怕什么 我捍卫不是只是为我张显耀个人 对 我要为 团队捍卫 也要为中华民国捍卫 嗯 一个中华民国两岸的新郎代表 可以泄密吗 嗯 我想 我几次谈判 我都截 但精决力 在为 国家 争取 我谈判 跟对岸沟通 按照指示完 我还自己收集资料 我到外面去讲两岸关系 说明总统的大陆政策 同仁之道 没有一个副主委像我这样自己写的 自己做Port Point的 我的谈判自己还做图表 为什么参加TPP RCEP 对中华民国台湾出口贸易的重要性 我还自己画了一个图表 我这么样的努力 换得今天这样子 我当然不平 但是我也必须要捍卫 这不是我个人 嗯 是整个国家 我要捍卫 对 而且我觉得 我当然 我不相信有人可以指手遮天到这样的地步 毕竟我们还是个民主法治的时代 那调查局 他不得已 上面的指示 他必须要调查 可是他今天好好调查嘛 如果真的调查出什么东西来 他不要栽赃你 他不要污蔑你 对不对 今天就是这样子 不是这样子吗 台湾还是个民主法治 讲人权讲自由 有公理 有公道的地方吧 没有 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说如果张晴要真的有问题 好好调查是绝对没问题 但是陆委会在还没有调查之前去给他这样公开宣扬 我觉得真的是清何以堪 那我认为如果张晴要真的有问题 当然应该还给社会一个公道 因为我们用这样的副主委显然是有问题 那政治责任谁负那另外一回事 但我觉得最重要就是如果张晴要万一清白呢 你对一个清白这么努力的人 你这样糟蹋 我们是个什么国家啊 真的 我觉得这国民党 这执政党会很丢脸耶 你知道吗 最最最最让我实在是 先去先要先要 你要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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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能够了解中人的心情 你知道当时我离开马团队 结果吴玉森立法 我当时为什么吴玉森 其实我对他很不好 我不说对他很不好 对他很不屑了 他公开跟媒体说我是求官不成 才离开 这种羞辱 我说我当然没有啊 那媒体一定说你当然说你没有嘛 我会求官不成 还有这些年来 很多人看了我的表现觉得说 这个人确实是淡泊明明 这个人确实是淡泊明明 我现在是用我自己证明 我没有求官不成耶 可是当时说求官不成 跟媒体讲耶 我不是百般委屈吗 我帮了马总统十年喔 从他1998年开始选 选台北市长 那一年我们全家为了他 当时我跟我太太两个 都拿到国客为了出国进修 本来是两个可以拿国客为了钱 去国外读书 不用上课 我为了他我留下台湾 我太太带着孩子去美国一年 我常常讲有形的损失台币四十万 因为我没有办法拿国外的钱 还要回到学校教书 无形的损失妻离子再一年耶 而且在竞选期间 我帮马英九进入过三次 台北市两次 总统选举一次 我没有拿过一毛钱 我被人家说成求官不成耶 我最后就是要问 这个老师一个很严肃的问题 我之所以能够感同身受的原因是说 其实战将在沙场上 在第一线上 你跟老共这样子来往的时候 为国家为了为了这个 都可以干脑涂地 甚至于两肋插刀 战死沙场都没有关系 最没有办法忍受的 就是自己人 同一刀 自己的长官在背后一直捅你 而且羞辱你 对 那 最后我只要问这个问题 因为 可是他又觉得说 可是问题是 马英九还是很肯定他 那 那一个总统肯定的 相信的 重用的人 居然是这样的下场 这是我担心的啊 这是我担心 所以我常常讲说 马总统这几年来 其实马总统为人其实没有改变 但这几年来 为什么他的声望不但下降 其实他真的要好好想想 到底哪里环节出了问题 如果他没法想出这一点 他不要讲历史定位 他的历史定位就是 全中华民国有史以来 民调最低的总统 就是这样子嘛 他如果还不觉醒 还有一年多 他如果不觉醒 用这种方式 如果谁要是清白 这样打他 打他这样优秀的政务官 那还说什么 他能有什么成就 我实在看不出来 所以以后谁还敢 谁还敢帮国家做事啊 是啊 是啊 这种状况 想要你 你要坚强 然后我们也知道说 你这几天 心情压力很大 今天其实你非常的有勇气 来面对这些所有对你的指责污蔑 我相信你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很艰困的一场仗要继续打 我们都愿意 也都希望相信说你是清白的 毕竟一起并肩作战这么多年 我们也都不太能接受 也不太相信说你怎么可能会做出这种 叛国的事情 所以你自己要好好的保重 要加油 有没有什么最后要再讲的吗 古人说忠孝不能两全 到底是宜孝作忠 还是宜忠作孝 我捍卫我的清白 就是要做到能够两全 如果我今天不再讲话 不为我的清白辩驳 不为这个团队为国家辩驳的话 那就是不忠不孝 好 好 谢谢 加油 加油 这些什么 我来说 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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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